九合一大選 台北市撒卡都選戰逐漸白熱化 而代表綠營出征的前衛福部長陳時中 也被藍白陣營視為當前最大競爭對手 面對滿天飛的選舉口水攻擊 以及蔣萬安與黃珊珊 越來越戰鬥化的選戰打法 陳時中獨家作出回應 其實我們現在也剛剛看到的新聞上 你遭受到對手很多的攻擊 你自己最討厭哪一種負面的選戰 有一點波富罵街這種我當然不喜歡 第二個就是對選民沒有誠實與對 有些是你沒有做的說你做的 有些是別人做的做的說你一個做的 過去我沒有這種 我覺得這種選戰都沒意思 每一個選舉的人應該有自知之明 然後你在講XXX對不對 講那個補助生小孩的 那對您問我的話我講 我當然是以最近的例子 我們兩個對手 黃珊珊跟蔣萬安 每個人都不由於同幫你當成最大對手 którą tú promising 他就是一個 那如果我建議 他現在不要變成 戰鬥型 跟他的形象相衝突 那到底是怎麼樣才是 對他在選舉是好的 恐怕要進一步的思考 內服還是內科 他當那麼久的議員應該是 這個事情處理得很漂亮 還要來做副市長 還要來選北北市長 怎麼會說這段時間的問題很多 都別人沒在做 所以你覺得目前的領導者還沒有辦法 沒有能力 我要講待人要待心 基本上要待心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尊重 如果基本上只有自己最了不起 那別人都不吃命 怎麼能夠合作 我認為是以尊重合作發動他 有人認為說強勢的領導 去發動他 我認為我的方式比較好 想知道更多精彩內容與獨家內幕 盡情鎖定本週五 自由追新聞頻道完整版 關我什麼事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